汉朝出土的紧乎博上竟然写着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来自千年之前的预言吗 到底是骗局还是神迹 这件事要从1995年的一次考古说起 1995年的10月份 中日尼亚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尼亚遗址附近进行考察 并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古墓 所谓尼亚遗址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 那就是京爵古国遗址 京爵古国是汉朝时期西域36个国家之一 这个国家就位于尼亚河畔 所以这里的遗址就叫做尼亚遗址 由于不可知的原因 京爵古国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 没多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了一些神秘的传说 而在这座京爵古国里发现的古墓 似乎就证明了京爵古国的神秘 当时人们挖掘的是一个两人的合葬墓 虽然已经过了2000年 但他们的衣服依然非常完整 而且其中一具尸体的右臂上绑着一个紧护帛 这个紧护帛色彩依然鲜艳 绘着鬼秘的图案 更让人惊奇的是在这个紧固帛上还写着八个汉立大字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见此奇迹考古专家们纷纷瞠目结舌 这句话难道是说五星红旗在东方升起的时候大立中国吗 要知道在汉朝的时候还没有中国这个国家概念 也没有东西方的概念 更没有五星红旗这一说 所以在看到这一幕之后 不少人觉得这是一个假文物 是有人故意设计的 然而整个古墓浑然一体 并没有被倒过的痕迹 再加上这个紧护帛的年代 文字的书写方式都是属于汉朝时期 因此紧固帛可以排除现代人为的原因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 既然是汉朝时期的紧固帛 为何会出现如此现代的一句话呢 对于这种现象 民间出现了很多的解释 有人认为啊 这也是一句预言 预言在两千年后会有一个红色政权 让五星红旗在东方升起 从而带领中国走向伟大的复兴 这种解释啊 非常的合乎情理 因为这句话中 所有关键词都能对应 而且依照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啊 一穷二白的中国 就是在五星红旗的照耀下 一步步的摆脱贫困并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这是一句预言 那么这绝对是一个最准确的预言 在中国的古代呢 有很多预言书 比如刘伯温的《烧饼歌》 诸葛亮的《马前客》 邵雍的《黄极经事》 民间预言书《地母经》 《枕中记》 还有袁天刚和李淳峰一起著作的《推背图》 在众多的预言书中 最著名的是《推背图》 《镇朔古经》 其中很多预言呢 都已经是一一应验 该《井户博》上的文字被公布之后啊 全国都为之震惊 人民欢欣鼓舞 不过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句话 却也有另一番解释 在《经绝古城考古时》 人们从墓中挖出一副《井户博》 字幕志愿者 李淳峰 字幕志愿者 李淳峰 字幕志愿者 李淳峰 他们认为五星汇聚代表了一种祥锐 因此对这一现象十分重视 五星出东方中的东方 也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东方 很可能是指天文观测中的东景 东景是二十八秀之一的景秀 是南方七秀之首 五星出东方就是说 五星汇聚在景秀附近 而这句话最后的三个字 立中国也并非指未来的中国 而是说当时汉朝所统治的区域 同中国相近的词汇 还有神州 九州 海内 华夏 中华 中夏 中原 诸夏 诸华等等 与现代意义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概念不同 从这一角度来讲 这句话的意义就比较明确了 那就是当金木水火土 五颗行星汇聚在景秀附近的时候 对大汉是非常有利的 当然也有人对于这种解释提出质疑 但是历史学家却在史学资料中 找出了可以印证的文献 在《汉书赵冲国传》中记载 当时枪族部落蠢蠢欲动 有谋反之心 他们联合其他枪族部落起兵谋反 意图夺取汉室天下 就在这个时候 已经76岁的老将赵冲国 毛遂自荐 决意出兵讨伐叛逆 在出征之前 宫廷里的占星师们 送出一份大礼 那就是对星象的权威解释 他们发现出兵之时 正逢千年难得一遇的 五星连珠天象 对大汉来说是大吉大利的征兆 据此 汉宣帝马上下诏 今五星出东方 中国大利 蛮夷大败 用兵深入赶战者及 俯赶战者凶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今出现五星连珠的天象 证明我大汉是天命之国 有上天保佑 敢于直面战争 勇往直前的 会获得胜利 如果不敢出战 则是大凶之兆 可见在当时 的确有五星出东方 立中国的解释 这已经可以印证 历史说的说法 汉朝时期出土的 井户博上 写着五星出东方 立中国 虽然有历史学上的解释 但其预言说了 依然深得人们的信任 甚至有人说 这句话代表我国 将在2040年 实现伟大复兴 前面我们已经从 历史资料中找到了 五星出东方相关的文献 证明这是五星连珠的 天文现象 被人们视为 大吉大利的祥瑞之兆 相关的资料还有很多 比如史记中还记载 五星分天之中 基于东方 中国利 基于西方 外国用兵者利 史记天官书 这句话就是说呢 五星连珠出现在东方 对中国大利 但如果处于西方 则对敌人有利 这些资料都可以证明 这句话真正的解释 不过对于五星出东方 利中国这句话 在中国的传播啊 有人又给出了阴谋论 认为啊 这是有人故意 剪出来的八个字 是在散布谣言 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说法呢 原来啊 在挖掘古墓的时候 人们还发现了 另外几个字 那就是 珠南枪四遗符 禅于祥 与天无极 如果把这些字 连接起来 大概就是 五星出东方 利中国 珠南枪四遗符 禅于祥 与天无极 虽然这是全部的文字 但可以确定的是 在紧固墓上 的确只有 五星出东方 利中国八个字 因此不存在 刻意剪切的问题 其他几个字 是写在其他的部位 虽然用的是 相同的材料 但并不能 混为一谈 既然人们 已经从历史的角度 对这句话 做出了解释 为何预言说的解释 依然盛行呢 其实 这与我们所处的 时代有关 因为这与我们现在的情况 的确太吻合了 除了五星对应 五星红旗 只说五星连珠现象 距离我们 也并不遥远 美国科学家经过 精密的计算之后 发布了关于 五星连珠的信息 上一次 五星连珠 是1962年 而下一次 五星连珠 将发生于 2040年9月9日 北京时间 中午12点 也就是说呢 在2040年 就会出现 五星连珠现象 五星连珠 在我国文化当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各大王朝 都以此证明 自己的天命所归 虽然我们现在 不必用这句话 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但对于这种 祥瑞征兆 依然是非常乐于接受 更有意思的是 对于2040年的中国 人们抱有很大的期望 中国呢 如今在一代代人的 努力之下 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繁荣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如果在2040年 我们真的能够恢复 汉唐盛世 万国来朝的强大 再加上这句预言的 映衬 就非常完美了 如今看来 这已经不是空想 而是一个 极有可能实现的预言